弟兄姐妹 圣餐是耶稣自己亲自设立的 并且吩咐我们应当常常遵守 为的是纪念祂 保罗在圣经 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 对圣餐的设立有这样的描述 我们来读 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 二十三到二十六节 让我们大家一起来读 这段经文 我当日传给你们的 是从主所领受的 主耶稣被出卖的那一夜 拿起饼来 逐谢了就掰开 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 你们要如此行 为的是纪念我 饭后 祂也照样拿起杯来 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心悦 你们每逢喝的时候 要如此行 来纪念我 你们每逢吃这饼 喝这杯 是宣告主的死 直到祂来 弟兄姐妹 今天我们领受圣餐 就是要捐从主耶稣的吩咐 来纪念祂的死 并且等候祂的再来 圣传我们所吃的这个饼 象征耶稣的身体 耶稣的身体 为我们舍命钉十字架 担当我们所有的罪 圣传我们所喝的这杯 象征耶稣的血 主流的宝血 在上帝的面前 为我们做了挽回祭 也成就了新约 使我们重新与神和好 恢复关系 弟兄姐妹 今天我们是在线上 领受圣餐 虽然我们是在不同的地方 或者隔自在自己的家里 但无论你在哪里 我们的神 祂是无所不在的神 祂就在我们当中 当我们奉祂的名聚会的时候 祂与我们同在 我们虽然不能够实体的聚会 但是圣灵在我们里面 保守我们合而为一的心 所以这个时候让我们 来预备我们自己 让我们以一颗敬畏虔诚的心 来到神的面前 来领受这个圣传 在我们领受圣传之前 我们先来省察自己 让我们到神的面前 来向神来认罪 我们带着一个敬畏的心 一个祷告的心 来向神做以下的 这样的认罪祷告 大家可以跟着我 我们一起来 以祷告的心来读 下面的认罪祷告 慈悲的天父 我们承认 我们在思想 言语 行为上 常常得罪你 应该做的 我们没有去做 不应该做的 我们反倒去做 我们没有全心爱你 也没有爱人如己 现在我们诚意忏悔 痛恨自己的行为 因着这些罪 我们深深懊悔 心里忧伤 求你因耶稣基督的缘故 施恩怜悯我们 赦免我们 彻底洗净我们的罪 涂抹我们一切的过犯 求你为我们造清洁的心 使我们里面 重新有正直的心灵 求你引导我们 使我们愿意 遵循你的旨意 归荣耀于你的圣名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的 Amen 弟兄姐妹 现在让我们预备自己 来吃这个圣餐 如果你是家族的话 请你把饼和杯 分给你的家人 让我们这个时候 拿起我们手上的这个饼 主说这是我的身体 为你们舍的 你们应当如此行 为的是纪念我 我们大家一起吃 主的身体 我们一起举起我们手上的这个杯 主说 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心悦 你们每逢喝的时候 应当如此行 为的是纪念我 我们一起来喝 主的血 使我们醉得赦免 弟兄姐妹 让我们这个时候 做一个感恩的祷告 我们大家一起低头 亲爱的主耶稣 我们感谢赞美你 今天我们来 赴你的圣场宴席 再次向你献上 我们的感恩和赞美 谢谢你 爱我们四三的每一个人 你为我们的罪 主啊 你舍命 钉十字架 你的身体为我们舍 你的宝血为我们流 今天我们来吃这饼 喝这杯的时候 我们是纪念主 你的死 并且等候你的再来 我们感谢你 赐给我们 这个无比的盼望 给我们有这个永生 主啊 我们谢谢你 今天我们愿意 将我们的身体献上为祭 主啊 祈求你 主你来 见到我们 向你所献上的 这个圣场的祭 主啊 祈求你 再次的与我们同在 来帮助我们 使我们能够在我们的生活中 常常的就是荣耀 见证你的名字 恳求主 你按照你的慈爱 来兼顾我们的信心 主啊 也加添我们彼此相爱的心 主啊 使我们在这个世上 在这个困难的环境里面 在这个疫情的这个环境里面 我们能够彼此的相爱 彼此的关怀 主啊 让我们也靠着你 主啊 我们能够胜过一切的挑战 我们感谢赞美你 我们如此的祷告 是奉主 耶稣基督的名求的 阿们 好 弟兄姐妹 愿神祝福大家